上課前我們來做個禱告 天啊天父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一早主日的時間 我們可以再次來到你的面前 透過一些學習分享 讓我們可以更多的認識你 更多的親近你 主我們就把一下時間交通給你 求你的聖靈帶領你在當中 對我們每個人說話 也讓我們有神發可慕的心 神發順福的心 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中 永遠隨時的幫助 我們把一下時間公信交通給你 謝謝你帶領 祷告奉你愛子耶穌命所求的 Amen 好 兄姐妹我們就拿到講義我們開始看 今天是靈命大補貼的讀經下 我們先一起念一下詩篇119篇412到42節 來請 好 兄姐妹 我在這個想的時候就想說 我們現在讀經就是讀神的話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的這個階段 或者是要我們去學習突破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會灰心有時候會挫折 好了不要再想經文了 經文是赤字的我們會慢慢越來越熟練 所以很多的不容易激勵我們怎麼樣繼續堅持往前走 如果有灰心挫折的時候 我就鼓勵大家常常看詩篇119 詩篇119都是講神的話 上次我們在那個當中也有講過主日信息 常常看哇 神的話是何等的寶貴 我們就可以常常讓我們能夠再 舉起發酸的腿下沉的手繼續往前走 好 所以你看 耶和華願你照你的話 使你的慈愛就是你的救恩領到我身上 你看神的話就給我們應許 給我們祝福 對不對 他是讓慈愛救恩都領到我們 不是別人耶 是我們耶 而且有話回答那羞辱我的 我們在世上會不會有很多的羞辱挫折困難挑戰 旁邊的人對我們的這種冷嘲熱狂等等的 神的話是我們堅持抵擋 然後有力量繼續去面對的一個寶貝 這個寶劍 所以讓我們可以繼續倚靠他 所以我希望在讀經的時候 用這兩節經文跟大家一起分享 神的話既是我們的應許祝福 也是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幫助我們可以繼續抵擋 所以以後時間的關係 你找到你就開始寫默寫了 自己就拿找小家拿 就是比到這樣的方式 那剛開始是有恩典啦 所以以後我們自己的設定的目標跟期望 會越來越高 因為等到大家都已經到這個研究所程度的 再拿幼稚園的水平要求各位 就是對不起各位看不起各位了 這樣子我也過意不去 所以我們一定會不斷的往前 那問卷今天如果記得的話 離開之前麻煩 上次最後的那個問卷交給小家 不記名的 那請教一下 還沒有完成賴群組屬靈戰友的 請舉手 對啊 我們上次不是三到五個人嗎 三到五個人你還沒有 好 麻煩舉手一下 有了就不用舉手 還沒有完成加入賴群組的 麻煩舉高點 看一下這幾位 你們還沒有舉的看一下 待會馬上自己加入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哪些沒有加入的 至少三個 不超過五個 今天一定要完成 然後那個靈修計畫 上次有講自己訂自己的靈修計畫 我們每次都會check好不好 因為我們在操練 一定會有homework 然後按循序漸進 你就會發現你怎麼脫胎換骨了 靈修計畫一樣 那個要在賴群組當中確認 彼此你們要確認 然後賴群組有一個人負責當小組長 自己要講好 明白嗎 我下禮拜我會給大家登記 你的這個小組有誰 小組長是誰 清楚嗎 如果你知道今天沒來的 他沒有加入的 你主動關心一下他 看能不能一起併入 下禮拜我會登記 小組去名單 下週 好 這是我們發到上次的那個homework 那我們要選一個班長跟副班長 小夏有時候要服事沒有辦法來 所以你時間都沒有排到其他服事 而且你願意 服事也是一個超天喔 我們後面有有沒有 你願意幫忙分一下講義 打勾點名的 請舉手 有在志願當班長的嗎 好 靜燕姐 好 掌聲 謝謝大家願意服事 好 副班戴 如果金燕姐有時候突然 或需要其他事情比較多的時候 support金燕姐的 副班戴 好 那個 靜宜 謝謝靜宜 靜宜你不會衝到兒主嗎 我兒主 10點才開始 好好好 OK 靜宜 好 班戴是金燕姐 副班戴是靜宜 好 感謝各位 那我們有講過我們的課程是一起學習 包括我 教學鄉長 學學班 所以大家要常常分享 一開始先問各位 經過一個禮拜你覺得你自己 在這個操練上面 你覺得有什麼樣不一樣 有什麼樣的心得體會 或是哇 我快斷氣了 都可以 有沒有要分享一下的 還是有什麼屬靈操練的勝利的 很高興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嗎 有 來 好 怡婷姐 來 掌聲鼓勵 好 我曾經就是屬於爭章之后 勝利的 因為我的女兒 以前到現在 都是有 我說陰禮拜 對 就是這樣 我的女兒 她沒有跟媽媽親近 已經是 也就是說 死問裡面她會有氣氛而已 她跟我說媽媽 我愛妳 我真的愛妳 媽媽 我以前做錯的事情來營養 你說這個禮拜發生的事 對 感謝祝 好 謝謝 怡婷姐分享 還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分享 我們在分享都是在幫助彼此學習 我們在學習過程一定要有這樣的氣氛 大家的貢獻其實都在幫助彼此成長 好 麗婷姐 希望大家平安 平安 我覺得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那個藝術很大的 那個常常沒有出去 所以省了很多錢 第二個 就是 因為你不會無私亂想 因為常常要背那個經文 所以 那個無省之中又增加經文的那個背送 所以那個 心裡無私亂想的那種 通通都沒有了 所以那個 那個裡面整個那個 就是那個一直灌 一直灌進來 就是那個經文一直灌進來 所以不會想到其他的一些 亂七八糟的一些實力 所以 還有嗎 還有 還有 然後 實際把那個 有一些事情 實際就把我們這個經文 剛好泡上 然後還可以 跟他合作的那個分享 所以我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麗婭姐 好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來 快點 不要另於分享 也沒有 不用比較 就是順著生給我們的感動 好 來 那個 常安姐 我從上個禮拜開始上這個課 因為我等於算是新生兒 也不懂怎麼讀經 也不懂老實說要 這個禮拜要背經文 害我嚇死了 睡覺也在背 然後煮菜煮完以後 那天說還跑到四樓去 趕快去讀經報告 要練習 所以默想 可是還在我身上還看不到什麼 可是我已經開始這樣子做了 我覺得這樣很好 謝謝 各位 這本書看了沒 有 好不好 好 很淺顯易懂對不對 對 OK 他一開始告訴我們 操練一定要有願景有沒有 他不是舉小孩子 你想像你在卡內基音樂廳有沒有 對不對 我們開始要有這個願景 你會知道你上完這個十週的課 如果你屬靈命沒有進步的話 你可以指責我說我是什麼 騙騙 對 真的 看你那麼多兄姐分享 這是神的工作 我們一定要清楚 神會帶領我們到什麼樣安闊的境界 怎麼樣跟祂親密的那種程度 可能是現在我們不能想像 哇原來我可以跟神的關係可以這樣子啊 原來我那麼渴慕神 我好想更多看神的話 我好想常常跟神禱告講話 我好想思想神的話語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各位 每一個人在你們身上都會發生的 真的就很奇怪 好像剛剛怡婷姐分享 欸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我們親近神神就親近我們 魔鬼就離開我們了 神怎麼做的工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只想說我們要親近神 神就悅難祂就自己動工 不是我們做了什麼 是神就看顧我們 祂看到我們的心 所以像剛剛語塔姐也是 我們剛剛是講很多原子自己修剪的時候 欸那個會越來越茂密 越來越美麗欸 還記得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小時候讀那個故事 一朵小花有沒有 一朵小花整個人生命就改變了有沒有 現在我們也是這樣子啊 現在你好像覺得還不 欸好像也看不出來 可是慢慢的 神就會催逼我們欸 聖靈最後會覺得說 欸我們都覺得 哇我好像沒有讀經 不是我自責 而是我覺得 喔三日不讀書怎樣 面目可正 我們以後一天不讀行 就覺得渾身不對勁 就很想讓神的話 更多的餵養我們 更多的充滿我們 這就是各位你開始要去想 而且是必然會成就的 因為神是信使的 祂應許就必定成就 我們的生命無形當中 你的信心都會提升啊 你的屬靈的肌肉 哇人家看到 唉唷你怎麼那麼有信心 就不知不覺就操練起來了 然後那些人為什麼特別有信心 不是天生而來的 當然信心有時候是一種恩賜啦 可是問題是你可以操練的 剛剛我們上次有講 人環境不能決定 屬靈操練是什麼 我們可以自己決定的 各位絕對不會枉然的 所以開始去思想自己的盼望 上週的課程 你為什麼要上這堂課 你期望看到這堂課之後 你最後會變成一個什麼樣 去想自己的盼望 好 講義有講 生命記 我們看那個講義了 生命記六章沒錯吧 第六章一到九節 這邊是講什麼咧 我們也習慣翻聖經 我們以前都是整本的聖經 現在的確比較少 但是如果可能的話 還是鼓勵大家用紙本的聖經 因為上下文很快可以看 而且你會熟悉聖經的熟悉度的 書本的前後順序等等的 好 生命記六章一到九節 重視的態度跟美好的傳承 我覺得我們讀經最重要是 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心是怎麼樣 其實剛剛講神都知道 好 如果翻到了 大家一起看 我唸給大家很快 一到九節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 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 律例典章 使你們在所要過去 得為業的地上遵行 叫你和你子子孫孫 一生敬諱耶和華你的神 遵守祂的一切律例誡命 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 以色列你要聽 要謹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乃雨蜜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數極其增多 正如耶和華你列主的神 所應許你的 以色列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心盡力 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 都要談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兒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檻上 避你的城門上 哇 大家這時候經過了一個禮拜 讀經背經 再來看有沒有很有感觸 有 哇 時時刻刻在床上 起來 這個門上 欸 這個叫做 手動式背誦法 你到哪邊都看到 就會增加你的記憶 下次 特別姊妹在廚房多貼一點齁 洗完之後一看啊 貼一天看 OK 這是神給我們美好的祝福 從祭送祂的話開始 所以大家你看到第三章的時候 不斷的強調到什麼 背神的話有沒有 我們待會兒會講 所以 重視的態度無時無刻 念之在之 很多的雜草 心思的雜草 魔鬼的詭計 這些破壞 就不會在我們心靈 聖靈的花園裡頭去發出來了 心思都是被神的話語 聖結的東西充滿了 而且 這是一個屬靈的傳承 你自己福悲滿意 你要滿了才能溢出來 你這種聖靈的能力 你就不斷的想 到時候你會更多想要跟人分享 神的話多好 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也開始分享 你身邊的不認識主的朋友 你也會迫不及待想跟他分享 你知道嗎就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沒辦法分享 是因為我們沒有被神的話 沒有被聖靈的能力工作充滿 所以我們自己都美滿怎麼溢出來 明白嗎 所以 你就會開始有傳承了 你就會開始去影響你身邊 或者是你 take care的一些年輕的弟兄姊妹 幫助他們也有這樣子美好的被造就 幫助身邊的人開始有機會認識神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傳承 以色列他們還往下傳 你看到沒有 他們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一個屬靈的根基到現在 當然他們是這個猶太教 一神這個這個耶和華 可是他們的這個重視神的話的傳承 就是從這樣開始 十篇第一篇二到三節 這是我們很熟的一段經文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 這人變為有福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 這人變為有福 他原文是有福的人啊 做開始 然後說 因為他喜愛耶和華律法 而且他因為他奏夜思想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邊按時結果子 我們被神的話充滿的時候 你自己就會結聖靈的果子喔 可牧就會結聖靈的果子喔 按時結果子 葉子也不苦乾 所做的盡都順利 盡都順利是在和神的心意跟道路上面 不是我們追求屬事 我從來不會講這種東西 這也不是神的心意跟教導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各位 剛剛有弟兄姊妹可能在背的時候 哇 真的很久沒有背東西了對不對 很多弟兄姊很久沒有背東西了 有點吃力 但是各位 這都是屬靈的肌肉 一點一滴的在累積 都是值得的 不會騎摩托車的請舉手 沒關係 張樂姐你不是電動摩托車也算啊 電動腳踏車也算啊 OK 好啦 各位你還記得你為什麼會騎摩托車嗎 是不是你先學騎腳踏車 你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一開始第一次騎腳踏車就會騎得請舉手 沒有 不斷的跌倒 對不對 跌倒起來再爬 你還記得你跌倒的時候 學騎腳踏車跌倒的時候的樣子嗎 記得請舉手 記得你們幾歲才學啊 我是我的小朋友三個都是幼稚園的時候學的 但是這麼大還記得喔 你們都還記得 OK 很多我們都已經忘記 那時候的哭 那時候的痛苦 那時候的想哎呀我放棄好了 是不是 但是各位我們今天騎摩托車 各方面那麼自由那麼便利 都是當時付了代價 不是嗎 所以今天我們的操練也是一樣 我看到 好 有上次看到有個姐妹跟我分享 哇從皮包就拿出那個經文寫在紙上 就很棒 對不對 因為知道他接下來生命絕對會不同 所以我們繼續看 正確的讀經態度 我一直強調 態度 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 而且是要正確的讀經態度 是最重要的前提 結果對 但是神是查見人心的神 態度跟心態 起心動念的動機不一定是對的喔 所以我們常常在神面前 謹守我們的心 所以 他這個聖經好好持這本書上講 過去我們講三位一體的神 現在我們世代把它改變了 變成什麼 一樣是三位一體 可是變成說 我覺得做前提 他講說讀經要渴望我們神聖的需要 神聖的欲望 神聖的感受 是從神的角度去帶到我們身上 可是現在我們常常把人放在神的面前 我覺得我神聖的需要 我覺得我神聖的欲望是什麼 我覺得我神聖的這個感受是什麼 把我們自己高舉在神的面前 這樣子是很危險 因為連讀經都會變成是滿足我們自己的欲望 想要跟感受而已 這樣子是絕對是錯誤 會被神大大的管教 所以這個 這是聖經好好吃這邊的那個內容 所以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 有沒有把我們我放在神的前面 永遠我們一個基督徒 要把神放第一位 神是居首位的 主管我們生命 主宰我們生命的 這是我們所有一切出發點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放在我們心中的感動 是從神而來的 我們要記得 所以常常查驗自己的心 好 那我們讀經的目的 讀經到底是什麼咧 這是我自己真理的啦 透過理解當時各種背景 及對當時的意義 我們現在看的聖經是多久前的 兩千多年前是耶穌世代 那你舊約更久了對不對 上世紀大概有三四千年 所以你看三四千年的東西 有時候人家想 聖經以前的事情 有什麼關係 有聽過的請舉手 自己有這樣認為 有這樣想過的 聖經跟我那很久前的事情 你看大家都很屬靈耶 所以會坐在這邊耶 都沒有這樣想過 很多人不明白就覺得 聖經是幾千年的事情 跟我有什麼關係 現在人類都已經去外太空了 好不好 各位 聖經是真理 真理是不管古今中外 時間環境都經得起檢驗的 所以在當時可以 現在一樣是適用的 而且人是不會改變的 人心詭詐 壞到極處 比萬惡都壞 人的心是不會改變的 從先祖開始犯罪就是一樣的 所以重點就是 那我們讀今要怎麼讀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就是講 當時的狀況 背景跟意義 跟我們現在的差別 我們要了解當時文化背景 當時的情境 那我們要看 那現在不一樣啊 那這怎麼連結咧 在其中找出跨越 就是那個神學的原則 如果你看我推薦的那一本 抓整神的話 就講的一直在強調 這個跨越就是 我們要找到神的原則 他的原則在當時適用 現在一樣適用 懂嗎 像講說不要穿 摻雜兩種材料的衣服有沒有 上次我經文有用過 那不要摻雜是怎樣 我們現在都不要穿 現在一堆這個麻的棉的配什麼 那個有沒有 對不對 纖維什麼的 對 那不要嗎 不是的 而是原則是什麼 他當時意義跟原則 他告訴的是什麼 現在怎麼應用 所以這是最重要 而且找出原則 我們還要對照兩個不會衝突的 不會互相打臉的 以經解經不會互相矛盾的 如果他有解釋矛盾 你這個新聞這樣解 那邊根本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重新來講 那不是神的心意 明白嗎 神不會自己打臉自己 對不對 是我們自己理解錯誤了 所以這很重要 然後當我們找到神 這個神學原則之後 再怎麼樣應用在我們現在的世代 我們生活周遭所面對的一切環境等等 這就是我們讀經要學最重要的應用 所以簡單觀察來 簡單來講這樣歸納在那個 全民讀經法最簡單惡藥 就歸納讀經的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什麼 觀察 第二個你可以翻到後面 第二個是什麼 解釋 第三個呢 應用 所以各位開始我們去思想的 就是這三個步驟 觀察 解釋 應用 那我再口語化講一點 剛好我們講 我們去 要了解當時的文化背景 一些內容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先從神的話 啟示當中去看 當時的每個狀況 發生了什麼事情等等的 把所有的東西從經文當中線索 各位有玩過拼圖嗎 有 有沒有 有玩過拼圖 喜歡拼圖的請舉手 玩拼圖要先做什麼事情 分類嗎 分類 像我的話我都是先把框分出來對不對 先拼框 然後同樣的顏色拼出來 分一邊對不對 你就會開始拼框 拼框出來再對照 哪些比較簡單的對不對 開始 同樣的這樣就是一個概念 我們這樣才能把最後把整個全貌 建構出來還原 那我們在觀察的時候就剛講 我們這樣分類的動作 看顏色這在什麼觀察嘛對不對 你編 編就是平的嘛 那你拼圖有的就是有凹洞啊 那就不是編嘛 所以你就要透過一個一個來看做分類 所以各位 我們經文拿過來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來觀察 觀察就是 他強調 不斷的強調 所有好的讀經 從觀察開始 你觀察的越仔細 越正確的方法 越能夠全面完整的時候 幫助我們收集的資訊越多的時候 幫助我們做出對的判斷跟決定 是不是有幫助 所以是從觀察開始 那這邊來講的話 待會我們就繼續看 所以有一些方法幫助我們怎麼觀察 觀察之後 收集了那麼多資訊要幹嘛 我們就要想那資訊對我們 我們要來解釋這資訊到底是什麼 太多的資訊無用的資訊 其實是反而是給我們帶來困擾跟誤會 所以網路上資訊那麼多 我們要解釋這些資訊過濾什麼是有用的 這就是解釋 而且要正確的解釋 把神在經文當中正確的本意去解釋出來 就是在建構這個原則 解釋從當初的資訊跨過橋找到原則之後 最後是什麼 應用 應用就是我們開始 在我們日常生活怎麼樣 可以活在我們現在的生活周遭 我們面對任何人事物 都可以成為神的話成為我們的幫助 所以簡單來講 這就是全民讀經法最簡單的 各位永遠記得觀察解釋應用 這邊講義都有 所以你沒有第一步 會不會有好的第二步 不會 循序漸進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 你永遠是要先學會 小朋友要先學會翻身 抬頭翻身 然後咧爬 然後咧爬 站 先站啦 姐姐姐忘記了 要先站啦 站了才慢慢怎樣 扶的東西走 最後放開手走 跑 對不對 這一定是過程 所以第一步 就是觀察 好 所以觀察來講 我幫各位歸納了一些重點 第一個 第一個對 慎選好的注釋書 我現在講一些方法 待會兒我們會講多一點 有一些注釋書 它會幫助我們整理出一些重點 那注釋書什麼 各位你有看注釋書的請舉手 OK好 請放下 注釋書就是一些神學家 他的一些 做了一些研究 這些經文對照啊 然後這個經文原文是什麼意思啊等等 但可能你剛開始看會不習慣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後面有沒有注釋書 好像比較不多 注釋書類的比較不多 因為 如果有時候我們要更了解 你就可以去看注釋書 但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現在網路上也很多啦 你去Google一個經文 它就會很多的 大概已經差不多八九不理 是現在很方便 以前沒有網路的時候 你就要去買 而且那都很貴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資源 各位要好好的利用 你這一節經文 你覺得我想多了解意思 你就把它網路上Google上去 使了很多的解釋 那你看大概的解釋差不多的時候 那就是八九不理師的 那為什麼要先講注釋書的重要呢 因為注釋書是誰寫的 專家神學家 一般我寫注釋書 你會不會去買 會 頭暈了 好啦 紅紅寫注釋書 大家會不會去買 所以 大家都明白了 他們都是學有專精的 他們拿一生去投入去做研究 那他們不是吃飽沒事做 神感動他們或給他們恩賜 那你經得起驗證的注釋書 神學家 基本上都是在一定的公信力 那這就是很重要 我們一直講我們學習是什麼 藉由前人的經驗 幫助我們示範功倍嘛 對不對 他走錯了路 我們就不用走嘛 對不對 他有讀到正確屬靈的見解 我們就明白 幫助我們在這樣的基礎上 更快的花其他時間去做更多的 其他的學習跟研究 所以我們不要否定先人的智慧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寶貝的資產跟累積 所以我這邊為什麼特別講 因為我知道有的教導說 不要看注釋書 那真的是 受不了 沒關係 那真的是一個要我們小心 所以我們不斷的就可以去分辨查驗 我們越懂越多 你就不會被稀裡呼嚕呼嚕掉 或者是被人云亦云的傻傻的被跟 好 魏斯里他講 我這邊特意也有想嘛有沒有 他的四大神學之著是什麼呢 聖經 傳統 理智 經驗 那注釋書是什麼 你覺得 傳統 傳統 這些是不是都是屬林前輩先寫寫的 他已經建構很好的屬林的傳統基礎了 那我們就要變理智來判斷 所以不是盲從的 這些神學這些是經過理智 我剛剛講不是每個注釋書 慎選注釋書 所以如果你各位要可夢的時候 這些檯面上神學家大概哪些 現在的我們大概你可以來問 這個你覺得怎麼樣 當然我們也不一定 我們不僅可以問老師嗎 但是這幾個檯面上比較OK的 絕對沒有爭議的很造就的神學家 你去買他出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OK 所以不用否定過去的傳統 所以衛士裡 我們是巡禮中衍生出來的 聖節運動衍生出來的聖教會 所以巡禮中的創始人就是衛士裡 所以為什麼我把衛士裡代聽來講 上次我講聖教會的四個 這個重生成聖神醫在靈 就是衛士裡神學的演進的 這樣明白嗎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在聖教會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神學根基 OK 所以好的聖節書 第二個 閱讀不同的藝本 聖經有好多翻譯有沒有 各位 你現在不是看和和本的請舉手 你自己讀經習慣 不是 和和本知道是什麼嗎 我還會看一個現在中文藝本 OK 好 寶貝先生姊妹請看你的大名 思禮姊妹 思禮姊妹 OK 所以他講說他會看現在中文藝本 現在中文藝本也是非常 相對非常普遍的一個藝本 還有沒有其他兄姐在看不同的版本 呂正宗 呂正宗 還有新藝本這些 所以大概檯面上大概差不多就是幾個 現在中文藝本 新藝本 但最普遍的還是和和本 那和本 有和和本修訂版 大家知道嗎 和修 和修本就是 和本是大概清末明初的時候 如果沒記錯清末明初的時候 翻譯好的 所以到現在多少 一百多年了 所以有時候那個字有時候會覺得比較文言 你喜歡的人就覺得好美有沒有 但是有的覺得比較文言 比較跟現在的一些翻譯一些意義 所以和修本在大概零幾年的時候吧 04還是05年忘記了 大概也差不多十年了 就有修訂本 和修本是更貼近現代的 所以他翻了之後一些小部分比較文言的東西 或者是翻譯不明確的東西 他把它做調整 那也是很好的譯本 不過現在整個華人界還是和修本 和修本啦抱歉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為什麼有時候看不同的譯本呢 因為他翻譯 我這邊有寫嘛 職義跟異義有沒有 職義是什麼意思 最簡單講就是字面 他的意思 字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就照這個字的意思翻 可是 這個字的意思不一定是 他的意思 你懂我的意思嗎 前後 對 他可能他 舉個例子 他要帶出來是他背後的這個意義 所以當有的翻譯說講說 喔他背後的意義 他就把他背後的意義翻出來 這叫意義 最簡單直接字面翻 都有各有利弊啦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喔 你看對照一下之後你就發現 喔原來他的差別 反而這邊是 職義比較好 那邊是意義比較好 所以有時候對照一下 那你覺得不明白不建議 不妨你網路上都有 齁 你去把不同的版本 現在網路上最好的 讀經的版本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性望愛 知道嗎 好請你記一下 如果你要任何查經的資料 最有公信力的就是 就是性望愛的網站 性望愛大家知道 所以 你只要去性望愛 他左邊一堆版本 你要勾 和和本 和修本 現在中文藝本 心藝本 你四個打勾 再加你心血來調想 看看原文你打勾 還有英文打勾 你把那幾個勾 設定經文基訊 他就把幾個經文版本全部跑出來 就可以對照了 明白嗎 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幫助你很快明白 喔 這邊是直義 那邊是義 就更能精準的抓住那個意思 好 這是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就來講讀經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 導讀法跟上了嗎 導讀法就是講 他是聖經號書必得生強力推薦的導讀法 他的分四個步驟 閱讀經文 默想經文 用經文禱告跟活出經文 其實你看 他閱讀跟 閱讀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觀察嘛 那默想跟經文禱告 他是比較能夠帶到 這個我們自己理性跟這種聖靈會幫助我們去 正確抓住經文的意思 然後去活出來 活出來就是應用 這沒問題嘛 所以其實概念 他的步驟其實是一樣 但是畢德森在中間 特別把他提醒我們要常常思想 然後常常禱告 所以我簡單讓大家知道 這個部分的重要 他的強調默想跟這個禱告就是 求聖靈幫助我們正確的去理解經文的意義 在解釋的部分不要出錯啦 這樣明白嗎 OK 那這只是簡單介紹 畢德森 因為我上次有推薦 所以我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看 我們一般現在最重點的教導 歸納式查經法 OK 沒聽過歸納式查經法的請舉手 OK好沒問題 其實你平常也都在做的 只是他更清楚的幫助我們列出來 簡單來講就是 5WH吧 那這個不要講是 這是一般這個解決問題 企業管理都常常講的嘛 5WH 哪5W呢 對 誰 who 來再來 what when where where why e h就是how 好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誰 主持嘛 主體嘛 對不對 所以經文當中 授畫人是誰 我常常講 這講話的是誰 講話的人是誰 就有誰 授畫人 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帶出來的人物 誰又怎麼樣了 提摩泰到你那邊去的時候 你們要好好的接待他 對不對 你就想喔那這些人是誰 為什麼要接待提摩泰等等 把人物都先找出來 然後what 發生了什麼事情 每一個細節 剛剛講的觀察都很具體有沒有 用這些一個一個去看出來 問你到這時候 那時候是什麼事情咧 什麼時候咧 這發生在哪裡 為什麼會發生 發生了 為什麼 是如何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所以 當這些東西我們去對照的時候 請各位你看一下 我給你們的另一個 這個獎益 我用兩個 這是 全民讀經法 中間摘錄出來的 他透過在一段經文當中的閱讀 訓練我們 將歸納斯查清法 5WH 跟一些讀經的重點 你看比如說你們 左邊那邊你們 你們是誰 我們就要去怎樣 去找你們是誰 對不對 那找出來 你們就是 我們現在知道啦 當時跟著耶穌的那些門徒嘛 對不對 那 剛剛講我們就要找神學的原則 當耶穌跟這些人講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是門徒 那你們是不是就等於我們 我們找到了原則的時候 轉換過來 是不是就可以適用了 所以 我們就在觀察當中 各位你看看 我們來一起看看 好 聖靈 帶來能力 對不對 他還在講說 必得著未來是 對不對 好 地 他這邊有講地 惠爾有沒有 我們剛剛有沒有講惠爾 有哪些地名出現 有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 知道地基 我們就要來看看 他這些地出現的意義何在 我們可能就可以剛剛講 後面就會講 有些地圖幫助我們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由內向外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從當中明白 神叫我們傳福音也是由內向外的 對不對 這是不是原則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可以慢慢把這些觀察的資訊 收集整合之後 轉化 找到神學原則 轉化對應到我們現在的世代 去做應用了 這樣明白嗎 所以觀察是不是最重要 所以你看看 這是什麼時間 When 這是什麼時間 要不要查什麼時間 要 這是什麼時間 耶穌最後在那個 俗行傳他要升天之前 對不對 告訴這些 在那個門古 那 這個升天之前跟平常的時間 也不一樣 不一樣嗎 我們就會從時間的特殊性來明白 那你升天就是say goodbye的 交代的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我們就 喔 原來這次耶穌很看重 要讓我們特別念知在知的 這樣明白了嗎 所以我剛剛講 5WH 可是我們就要從 所有閱讀經文開始操練 你就會越來越 啊 原來神這些事情 不是沒有用的 所以剛剛講 這些東西整理出來之後 我們再看右邊 右邊這是 尼西米記 對不對 好 他這邊講什麼時間 亞拿學新皇年代 對不對 地點咧 在蘇山城 你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想像當時 還原那個場景 建構 那個場景 哇 那是在公平當中 哇 那個 在跟王的面前 應該是很戒正恐懼的 哇 他怎麼樣被激動啊 去講出來啊 然後 很難過 那個時候 有人 那個被擄去的 回來的人 告訴我們說 耶路撒冷現在城牆都沒了 對不對 城門被火焚燒了 這些世界就出來了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想像 如果一個城 沒有的時候 所以我們常常現在講 教會重建 動不動很喜歡用 尼西米記有沒有 對 支離破碎了嘛 連牆都沒有 門都沒了 所以大家要重建嘛 就激動大家 弟兄姊妹 所以那些人都一邊做工 一邊打仗啊 有沒有 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就是 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也要這樣警醒 懂了沒 那個時候場景還原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想 喔 那個時候要告訴我們 就帶到現在來 所以 重點就是 我們可以用 5WH的 歸納斯查體版 幫助我們 去 去導到資訊之後 我們就帶到解釋了 明白嗎 這些資訊剛剛講 就要來解釋 好 我們就繼續 往下看 重複讀一節經文 你多看多看多看 就會有不同的亮光啊 不要覺得我看過了 我們那個老師啊 胡薇華老師啊 他說你拿一些經文 你要怎麼看 我就先看 同樣一節經文 我先看五十遍 同樣一段經文 我看五十遍 我就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講五十遍耶 我從來沒看過 但是意思就是通附讀 明白了嗎 好 然後不同的詞類 各位我不斷的講 希臘文跟希伯來文都是原文 都是動詞型態 訴訟動詞 動詞我們就知道現在是 過去是未來式 主動被動 都會呈現出來 用動詞去描繪出 當時的情境跟重點 凸顯是什麼 明白嗎 所以我們中文有時候看不出動詞喔 對不對 所以鼓勵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看英文版本 NIV或 NASB NIV我們一般的中英對照就是用NIV 國際標準版吧好像 好 那個你去看英文的動詞就會很清楚 主動被動什麼時態有沒有 你就偶爾明白幫助我們去更了解 好 其他重點在全民讀經法裡面 他告訴我們特別 他用一個手掌喔 各位 我幫他歸納 特別強調 最厲害的 最重要 什麼叫特別強調 很大編褲的描述記載 是不是就告訴我們特別強調 第七棒最大的 再來咧 第二個是什麼 一再重複的 二嘛 一再重複出現的 二 第三個 互相有關聯的 你看在中間 所以兩邊有關聯的有沒有 第四個是什麼 相似的 相異的 相似跟相異 反正就是幫助我們 那這個咧 重點就是合乎情境 合乎現實 手掌就是合乎現實的 如果你沒有手掌就沒有手指頭 情境化並融入 好我簡單解釋一下 最重要的他就會花很多時間描述 一再重複我不會在講嗎 很重要所以至少講三遍 我常常解心的時候不是告訴你 你看他重複出現很多遍 我們眼睛就喔 這個很重要 有關聯的 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律例典章這些都是有關聯的 你就挑出來喔原來是一樣的意思 相似的 什麼樣的 就是他的描述 什麼樣的是相似的重點 相異的 因為聖經很喜歡用對照黑白的手法 特別保羅很喜歡這個喔 你看保羅書信 這個似乎要死的 卻是又活的 似乎沒有 卻是樣樣都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一個前後對照 明白嗎 他有時候就是要用對照反差的手法 讓我們明白喔原來我們現在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過 所以他有時候會這樣子 所以幫助我們去明白 所以這幾個重點 是我們在復經的時候 也可以格外要注意的 好進入解釋 解釋就是神的話一定都有意義 神不會沒事放這些東西 他既然默示了就是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教導我們讓我們明白一些真理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重要的 唯一要找出來 神透過作者告訴我們的本意是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讀到作者的本意 把他讀出來 把他的本意讀出來我們領受 不是把我們自己的想法 我們看我認為是這樣子 自己讀進去 這樣什麼 講難聽一點 強奸作者 你知道作者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就覺得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犯了讀經的大忌 所以現在很多解經亂解一通 自己覺得哇 我有感動啊 就這樣絕對不行 各位 解釋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在觀察 你就會幫助你減少很多解釋的問題 所以很危險就是很多人就覺得 哇 我要看到我有獨特的屬靈亮光 別人看不到我要看到 就會怎樣 覺得應該是這樣子喔 把自己的想法讀進去 然後會飆心立意啊 覺得這樣子 欸小心 這就變成撒旦的陷阱 自己要當心啊 那個畢德生不斷強調 讀經小心 自己要當心 讀者要注意啊 他用讀者要注意 讀者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啊 不能亂讀啊 讀了反而把我們帶偏了 好 解釋要注意文體 上次有簡單提過 不同的文體要不同的讀法 詩歌體你就不能拿瑞索文去讀啊 繼續文你就不能用詩歌體去感受 去想像 善用經文的鑰匙 這個非常重要 解釋經文的鑰匙 我不斷講 不會原文也要會什麼 上下文 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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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上下文是由近而遠 由內而外 一定是這一段經文的前一兩節 跟後一兩節 他一般而言不太會 這個莫名其妙丟一段經文沒有相干的 所以我們就看前面幾節經文 再擴大一點 那這一張到底在講什麼 這張完 上下章在講什麼 這本書在講什麼 你就會慢慢明白 這經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絕對不會矛盾 明白嗎 然後整個這 所以你就會看 整個你看看聖經的眼光 好像鳥看法越來越宏觀 越來越能夠抓得住 所以原文的重要 我剛剛講工具嘛 我們看一些資料之後就會有工具 工具有什麼 字典啦 百科全書啦 地圖啦 歷史文化 工具這麼多 簡單來講就是Google啦 Google就對了啦 Google下去七八成都已經會告訴你 花點時間但是就是要過濾啦 自己過濾 但是你慢慢練習你就會從當中 哇原來是這樣子 你去看幾個差不多的就是八九不離十的 以前的你要找資料很累的 還要買書花錢現在都不用 這麼好的資源大家我們沒有任何的藉口 林哥倫多前書十三章十二節是什麼 當時看不清啦 那個保羅講 當時模糊不清看鏡子 道主面對面的時候我們都會清楚 所以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到時候就全知道 我為什麼用這些經文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很多時候即便我們在怎麼看 我們也不明白在講什麼啦 現階段啦 但是有時候神恩待我們過一段時間 突然讓我們光照 我明白這經文在講什麼 意思是什麼 不要搶解 最後都不明白沒關係 我們總會跟神面對面 一切都明白了 都清楚了 彼得後書三章十五十六節 彼得怎麼講呢 說 連保羅有很多事情 講論信上講的事情 信中有難明白 無學問不堅固的人搶解啊 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就開始自己想要硬解 結果結論是什麼 自取沉淪啊 各位小心啊 不要亂解一通 好 所以解釋簡單的跟各位介紹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應用了 應用 應用就是 為什麼要應用 因為耶穌是我們效法的榜樣學習的唯一對象 最好的老師 耶穌就是把神的話 有效的應用出來 所以我的講義這邊是講 經上說有沒有 經上說 你去看一下 耶穌福音書裡頭 動不動講經上記者說 有沒有 所以如今就是要應驗經上說 他的門復後續也記載 那你要想 耶穌是不是常常一個讀經 常常念之在之 而且常常用神的話 那時候是舊約嘛 分享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才動不動講說 經上說什麼 經上說什麼 這是不是在應用 他講了他是不是照著這樣做 我就舉例了啊 當那個生命記 他回答魔鬼的時候 他是不是用經上說 用生命記的三處經文 抵擋了魔鬼的三個問題 我剛剛詩篇119 攻擊的人就用神的話去抵擋嘛 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最棒了 我們活讀經就是要應用出來 在儀瑪五十的路上 他講 路加福音24章的25到27節 他說無知的人啊 信得太鈍了 摩西跟眾先知己 凡經上指的自己的話 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所以這些語言 這些聖經的教導 都是會實驗的 而且都是成為我們生活的幫助 然後這些那兩個門復就很有意思 他說路上他跟我們說話 給我們講解的時候 不是內心不是火熱的嗎 弟兄姐妹 當神的話解明出來 我們心又火熱啊 我們就開心啊 所以這就是應用啊 然後 耶穌又跟他們講說 所有經上的先知詩篇所講的都要應用 讓他們明白聖經 這就是應用了 我們學的就是要在生活各周遭 我們無論我們自己的行事為人 無論我們跟人相處互動 就是要把神的話帶出來 成為我們唯一的準則 成為我們唯一的行事方法 所以剛剛講了 耶穌用生命記回答撒旦 抵擋撒旦 另外就是良好的門徒訓練 造成好的屬靈傳承 這什麼意思 我們讀經剛剛有講嘛 也要去影響 以色列為什麼有這麼好的 這些一些我們現在覺得很羨慕的 他有好的傳承嘛 我們不但望外傳還要望下傳 所以我們要用神的話 跟身邊的人分享 也要跟我們家裡的人分享 那剛剛耶穌經上說 結果你知道嗎 你去Google你去這個查詢 你信約趴出來經上說 耶穌有講 還有誰 彼得 保羅 雅各 西伯來的作者 西伯來書的作者 當然 約翰也有講 約翰不斷講耶穌的話嘛 所以你看 這就是一個傳承有沒有 我們講我們做門徒 為什麼 我們接受訓練 各位你現在就在做門徒訓練 做門徒訓練要幹什麼 提摩拉後書二章二節 你要中心教導那人 你要 你要傳 教導那能中心教導別人的人 所以這是門徒訓練 你要教導那能中心教導別人的人 保羅對提摩太講 提摩太要教那能中心教導別人的人 總共有四代 這就是門徒訓練 所以我們今天在學讀經的時候 你也將來要去 去教導分享 那些新信主的弟兄姊妹 大使命是什麼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我就藏羽們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 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教導什麼 神的話 明白嗎 所以各位我們在訓練是 不是我們自己變得更好 不是讓我們自私 啊哇我懂很多啊 不是的 是要去教導那能中心教導別人的人 所以這就是門徒訓練 而且你對神的話熟悉一定要熟悉啊 因為神的話有個有同樣的意思 有不同的等級 所以那天有弟兄姊妹跟我聊說 欸他們小組的弟兄姊妹 有一些狀況啊跟他講這樣子 他好像很難接受 當然啊每個人因人而異啊對不對 他的階段程度 欸同樣的意思我們用他可以適合的 那你就要對神的話了解嘛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門徒訓練 人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不能一就是好像生產線一體適用 所以我們自己要對神的話熟悉 我們才能量身定做 喔你這邊痛喔這個是自這邊痛的 喔你是這個要去運動跟你講怎麼運動 拿神的話來幫助他 所以我們讀經是為了我們自己活出來 而且能夠去稱好的屬靈的傳承 這一定是最好的開始 那鼓勵弟兄姊妹就是你好好的讀經筆記 你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也講嘛 你開始要讀經分享待會兒會有講 可以的話我自己年輕門徒的時候 我每天讀經我讀三章我就會寫筆記 你訓練自己歸納式查經 然後去解釋去思想默想默想默想 然後去把萃取給我的什麼體會跟感動 欸我可以怎麼做一些決定等等 如果你可以就開始自己操練自己做讀經筆記 剛開始不用大概一個筆記簿 大概一天半夜就夠了 就會你就會發現哇你越來越熟練啊 你看看正經很快就能抓到重點 習慣是從什麼不習慣來的 會是從什麼不會來的 所以不要覺得到時候你人家才看到哇 什麼如隔山丘啊 一日不見如隔山丘 一日不見如隔山丘 就是你怎麼完全不一樣你抽搭換骨了 欸不要以為希希不要驚訝 因為怎樣 我有在屬林操練 我有上靈命大補帖啦 就是這樣子一點都不要意外齁 真的各位你在沒多久 你身邊的弟兄姊妹沒有來操練 沒有來上課的 他們就會覺得欸我覺得很不一樣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好 APP也可以 APP現在好方便 你下來的聖經軟體有沒有 你自己就可以在裡頭做筆記 自己可以標記重點什麼的 配合讀經進入都可以 就是應用工具 而且要分享我剛剛有講 你接下來你每天在你的Live群組 你要分享你的讀經心得 簡簡單單的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以前當年輕盟主的時候是自己 我上次有講嘛 有沒有講 每天早上跟弟兄姊妹 弟兄跟弟兄約喔 欸我們幹嘛 來讀經 讀經完馬上分享一起禱告 最快喔你怎麼這樣看聖經 喔我這樣分享感動激盪你知道嗎 而且屬林的夥伴戰友 大家就靈命一起成長欸 我們就是這樣子做過來的 好最後我們就看到 實際應用的四個步驟 全民讀經法很實用的一本書 358到366就把這四個步驟列出來 第一個要了解 了解什麼了解經文 經文的意義我們解釋經過正確讀者 作者的意義正確抓到之後 喔經文的意義是這樣 但是咧要不要了解自己 我們的生命的過程就是在認識神認知自己 我有講齁 加爾文講的 我們要認識自己 我們才能知道這經文在我自己身上有什麼用 剛剛講了 門徒訓練是自己怎麼用 而且以後能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要先認識自己才能知道 喔這個經文是挑戰我什麼要改變什麼 對不對 舉個例子你看我那麼溫和 溫柔的經文挑不挑戰我 沒有啦開玩笑 非常挑戰到我啦 因為我不是那麼溫柔的人 但我要認識自己嘛 我不要是這樣子很急躁 我還覺得我自己是很溫柔 這叫什麼 自我感覺良好啊 那這個就是 這個叫誤人誤己啊 真的是 所以一定要先認識自己明白嗎 所以了解了解經文正確的意義 了解自己然後才能正確的結合應用 連結對應自己的現況我剛剛講了嘛 你了解自己之後你就對應了嘛 欸經文是這樣那我自己是怎樣 對應自己的現況 去到怎麼樣去在日常生活活出來 默想強調默想默想默想 聖經不斷的神所有都強調叫我們默想 可是現代人不默想大家都太忙了覺得 胡思亂想 一想天開 默想就是默想神的話 在我生命中怎麼樣應用怎麼樣調整 怎麼樣在現階段 可以在我生命中對我的功用 所以耶穌常常默想啊 退到曠野 禱告 禱告不是一直禱告禱告 有時候禱告一下靜下來 欸那神的心裡是什麼 不要我們自己都我們在講 神要跟我們講 沒沒沒空沒空 我要禱告 我在禱告 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們一直禱告 禱告很高興覺得我們禱告很多 可是神想欸其實是怎樣 我沒人聽了啦 所以互動的默想 默想的重要 刻意的刻意的沉思真理 神的話把所有經文他強調背經文為什麼 你背的越多你這些神的話在我腦中 我們就常常講這到底是什麼 這些經文突然就會有感動喔 神就會給我們感動喔 明白喔 好最後操練 操練 最後要應用嘛 就是要開始做 各位我們就在操練 好請看背面 幫你們列了一個屬靈清單 一樣是全民讀經法 就是看我們不是光這個讀經而已 我們是整個基督徒生命是全方位 我講的是一個生命有沒有 生活家庭教會工作社區 是全方位的 都在是不是都跟我們的靈命有關 我們可不可以光在教會好 然後工作一塌糊塗 半島人不行 所以就是來看 神的話是讓我們全方位都可以被幫助的 所以我們自己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哪邊我們可以去對應 神的話挑戰到我們 比如說你要順服 你在上掌權的 外地的也要順服 那主管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喜歡我們就會想 啊我要順服 在工作方面就挑戰到我們 我們就操練我們自己學順服的功課 明白嗎 OK 好所以這給各位檢視 幫助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現在屬靈的狀況 然後就拿神的話 剛剛講了齁 連結默想 知道那個神的話給我們很清楚的感動 正確解讀之後 去連結對應 就去執行 而且順服到底 你就看到神自己在當中動奇妙的工作 有時候他的結果不一定是我們以為那樣 結果突然而然 哇原來神的心意是這樣子 好 簡單講 如果你進一步想更了解多一點 記得拜託來找我討論分享好不好 作業 我們要背的經文 這次很簡單四節而已 很簡單 詩篇就是 喜愛約和瑪利把人有福了那個 好像一棵樹 動約思想那個 好 生命紀 就是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來靠他口中一切的話 好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節 也是 反正就是耶穌講神的話的重要 好 剛剛講的群組中分享讀經心得 彼此鼓勵 彼此提醒 欸背心狀況怎麼樣 欸我背好了加油 類似這樣子 好不好 有一個良好的互動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怎樣 走得遠 走遠 好 操練 心得筆記 OK 好 今天課程就到這裡了